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湘怡也有租房子的經驗 從我小時候 我一直在搬家 像吉普賽人一直搬家 不然住自己的家 一直在做家 我以前就因為我也是辦公辦圖 所以我早就出來外面做家 因為要節省上班跟上學的時間 那時候我差不多30年前 就是我剛才還在說 你們說那個離中山 那個捷運站 中山國小捷運站 很近的那個地方 我做一個家房 他那本來 他那是老家 那那種公寓式的挑高 結果那個房東沒住在那邊 他把那個不到30坪的公寓 挑高公寓 隔成五間房 那共用一個衛浴 結果因為挑高嘛 他就把他隔 隔 隔 結果剛好我去住的那個地方 有點像隔樓 要爬個兩三層樓梯 兩三格這樣上去 結果我個子不高 我才只有156 我伸手可以摸到天花板 那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170的人 一百八的人 那進去要低頭的 那只能放一張雙人床 跟一個小小的書桌 就這樣子 五千塊 那個地方有窗戶 打開是一堵牆 都在地水 可能是隔壁樓 還是樓上的那個冷氣水滴下來 所以我那個窗戶 你如果打開的話 看不到光 但是你會有水滴下來 然後噴進來裡面 所以那個窗戶不能開 陰暗潮濕 你如果不開燈伸手不見五指 牆壁你隨時去摸 起來都是潮濕的 濕濕 我住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時候臨時 臨時找的 找的一個工作 只要搬到那邊就近 結果去到那個住了半年 不是皮膚過敏 就是婦科過敏 就是那種感染 醫生跟我說 你不能住啦 要不然你就是 你所有的衣物 尤其是內衣褲 一定要用那個吹風機吹乾了 你才能穿 要不然很危險 就我住了半年 我趕快搬走 那個對健康一定不好 對 那個很可怕 而且樓下的 因為那時候是住在 那個臨申北路那裡 就樓下的是天天晚上 都在打架 男女朋友 你講的是真打架 真打架 還是妖精打架 都有 對 就反正就高興也打 不高興也打 對啊 然後每天晚上都這樣 吵得真的不能睡 然後那個環境 讓你很難受 因為整個都是霉味 很可怕 半年真的受不了 那後來你還有去戲子 說住房子 戲子那個也是 那時候我去做一個 購物台的工作 剛好他公司在戲子 那因為我接的那個是 很奇怪的一個時間 他們開了一個時間 半夜十二點到兩點 那我就去做了 那我想說半夜 常常這樣往返很累 所以我就在戲子那邊 找個房子 結果我去看房子的時候 很好耶 真的 那個通風採光 空間都非常好 那他因為他說 我本來是一二樓 那我一樓的房客 他不要租二樓 所以我就把內梯封起來 所以那個二樓的格局 是很奇怪的 因為二樓這邊沒有廚房 沒有客廳 那客廳你頂多你就是 他們會有那個神明廳 會在二樓嘛 一二樓的房子會這樣子 那他是五層樓的公寓 那我是租到二樓 我去看房子的時候 他把他粉刷得很漂亮 那因為邊間窗戶通風 什麼都很好 然後看漂亮漂亮很好 他說因為我這個格局很奇怪 所以不好租 你如果要租的話 不然我算你便宜 一萬塊就好 四十坪的房子 你知道嗎 他把那個 因為沒有廚房 他把後面的陽台封起來 做成廚房 當廚房 對 那前面前面就 那個陽台還好 但是我住進去 第三個月吧 第三個月開始 美雨季節來了 奇怪我牆壁上 那個CC的那個牆壁 開始那個會脫皮 掉漆 就開始避癌 那個就一片一片這樣 本來白白的牆壁 啪就一塊掉下來 結果我就看到裡面 全部都斑斑勃勃 都是發霉的 那我想說好吧 那我一個人也沒住那麼大 因為一萬塊 本來是可以租個套房而已 我住了一層房子 還四十坪 你還可以分 把它隔間再分住給別人 我不敢 他房東也是這樣跟我講 但我不敢 我不敢跟陌生人住 那我想說沒關係 我有這麼大空間也好 沒有壓迫感 結果緊接著有一天我 因為我凌晨兩點下班 回到家的時候 因為那天也是 那時候還在下雨 結果我的 我突然間打開房子 我就聽到滴滴答答什麼聲音 結果打開燈到處找 結果我的床 房間床上面天花板 一條黑色的水柱 就在我床上 正中間就一攤黑色的 我想這怎麼回事 結果我看漏水 我就只好半夜搬那個床 真的搬到一邊哭一邊搬 搬到天亮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要這樣子拖 那你有跟房東說嗎 跟他講啦 他說他他等那個雨停了 請人家來捏撈 結果等等等他沒雨季過了 那等到他說不行 還要等牆壁乾 再等等等 像前後我已經住進去半年了 我的我所有的屋子裡面東西 都在發霉 牆壁的那個已經掉了半堵牆下來 我真的裡面空氣大概 如果把窗戶打開的話 是雪花飄飄 空氣裡面就是雪花飛 就這樣 那結果他後來真的有來 刷了那個叫做什麼 防水漆 在外面刷防水漆 那沒效了 他說刷一刷 那乾淨就好了 然後就走了 之後呢颱風來了 我繼續漏水 對 因為你為什麼說不好 中泡才怕吃到 土水才怕老 這個很困難 結果就這樣子 他一直跟我說 一直跟我拖 拖拖拉拉頭 我去看房子的時候 他說你一個女孩子 好辛苦喔 那你家裡人怎麼樣 稍微 因為我也很坦白 我跟他講一下 我雖然在外面 但是我還要拖老的 還要拖我媽媽跟繼父他們 結果他說你好辛苦喔 沒關係你這邊住下來 我都絕對不會給你漲房租 你放心 我都沒有提 是他自己提的 你放心 我們也是出壞人 我最同情你這個 我絕對不會給你漲房租 你看人家在缺水 我們這裡這麼有水勁 結果他打電話 他那時候漏水沒有處理好 病癌越來越嚴重 整間老錯 然後就打電話 還跟我說 蔡小姐 我們戲子現在都不會淹水 你知道那個房價漲多少嗎 我這個房子 人家已經來問好幾次了 我告訴你 我那個房子已經漲好幾百萬了 我還租你一萬塊 實在說不過去 要給你去 對 要給他 我說你不是說不給我漲房租 你也有東西嗎 你不要得了便宜 還賣乖 我是可憐你 你給我站著房子不還了 是不是 我什麼都沒說 結果就這樣子 我說不然這樣 抱歉 不然我租不起 我搬家好不好 你碰到的那個房東不是那麼有 你看人家 TEC 還有艷遇